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習近平政權一直揚言不排除武力攻打台灣 甚至威脅 留島不留人 因此 每年都有美國專家撰寫報告 分析中共的軍事問題 共軍攻打台灣的計劃和推演等等 不過 罕見的是 當美國民間智庫資深研究員易斯安 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之後 中共喉舌新華網卻對這份報告進行了攻擊 包括對易斯安的人神攻擊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 也轉發了新華社攻擊易斯安的文章 易斯安的這份研究報告究竟講述了些什麼 戳到了中共的痛處 以至於中共的兩大喉舌惱羞成怒 對一份民間的研究報告和作者進行攻擊呢 而易斯安的回擊也很有意思 他發推說:「我感受到了極大的恭維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份報告寫了什麼 這份報告的題目是敵對的港口、 台灣的港口和解放軍的入侵計劃 易斯安曾經撰寫過《中共攻台大解密》一書 深度探討了中共攻佔的策略 聚焦兩棲登陸作戰 探討共軍的1000個轟炸目標、14個登陸地點 一年兩度的攻台時機等等 上一個月發布的新報告 繼續在這一個思路下 探討共軍對台兩棲作戰的可能性 並指出港口是共軍登陸的更好目標 共軍可能攻佔台灣的港口 那麼共軍會如何運用台灣現有的港口設施 來支持其攻台作戰? 這是易斯安這份報告想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這份報告長達35頁 易斯安再次強調 兩棲作戰雖然難度很高 但仍然是共軍的最終選擇 因為空襲和封鎖難以迫使台灣投降 共軍要攻佔台灣 依舊需要出動龐大的船隊 所以從運輸的角度來看 港口肯定比沙灘更加有效率 我們知道 在二戰時期 有兩場最重要的兩棲登陸作戰 諾曼底登陸戰和沖繩登陸戰 但都不是以港口為主要攻佔目標 易斯安回顧了二戰中這兩場兩棲登陸戰 指出攻打台灣所需要的兩棲登陸規模 更大、更困難 易斯安從地形、島嶼面積、人口密度、 城市化程度等多個方面進行了對比 認為 台灣沿海易於防守 全島只有14個小型海灘適合登陸 但這些海灘都與懸崖相連 或與城市接壤 由於台灣經常遭受颱風和地震 所以每座建築物和橋樑都很堅固 能夠承受劇烈的震動 此外 台灣的防禦 也比當年的諾曼底和沖繩要強大得多 在兵力方面 易斯安估計 台灣戰時可以動員至少45萬兵力 長輩軍有19萬 而進攻方的指揮官 通常希望擁有3-5倍的防禦者的兵力 那麼 共軍送往台灣的部隊恐怕要130萬 甚至是225萬 諾曼底登陸從當年的6月6日到8月底 運送了200萬大軍 沖繩登陸戰美方動員了50萬部隊 易斯安說 這樣數以100萬計的兵力 加上大量的武器裝備和燃料後勤等等 那得需要上萬艘的巨大船隊 來負責運送、護衛、洋工或作誘餌 而共軍除了擁有海軍艦艇之外 民間還有2000艘的貨輪、65萬艘的商船 這些都是重要的資源 因為一旦後續運輸跟不上 意味著兩棲作戰就分崩結束了 中共的軍民融合戰略 實際上就是在為這樣的行動做準備 我們從網上找到了一些照片 是中共央視報導軍民融合戰略的畫面 宣傳共軍和民間合作進行兩棲登陸備戰 正在往一艘民船上轉載坦克 民船的船長說 如果只裝載到一邊 會造成船體的傾斜 會不安全 如此大規模的兵力、武裝裝備和補給 都要登陸在灘頭沒有專門的卸載基礎設施 根本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完成 所以 陸斯安認為 共軍的第二波正規軍 就是負責攻打島上城市的共軍 難以再灘頭登陸 這樣還會造成先頭搶灘的部隊 被台灣的國軍包圍 乃至殲滅 因此 共軍攻佔台灣的核心 其實是在台灣的港口 伊斯安認為 攻佔台灣的成敗 可能取決於兩棲登陸部隊是否能夠 奪取、控制和利用台灣的大型港口設施 伊斯安接著列出了共軍內部的研究 他們分析 國軍會把港口防禦作為重點 以及在遭遇攻擊時 國軍可能會作出的各種反應 包括最後甚至炸毀港口的碼頭、起重機等基礎設施 然後 共軍擬出了攻打台灣港口的六種策略 並對每一種策略的優點和缺點進行了分析 這六種策略包括直接兩棲攻擊 通過運輸艦和登陸艦 把機動化步兵運送到台灣的港口 並直接在港口進行登陸 第二種是間接兩棲攻擊 在港口兩側的海灘進行兩棲登陸 成功之後快速地奪去周邊的城區 進而包圍港口再奪去港口 第三是掠海突襲 就是共軍運用直升機、氣墊船、飛翼船 對港口發動騎襲 第四 空中攻擊 共軍運用大量的直升機 對台灣的港口和周邊的城市的後方投放部隊 在內陸取得了有型的地形和防禦據點後 再行包圍港口 第五 橫向攻勢 這個戰法把港口視為是刺咬的目標 依舊在海灘發動師級的兩棲登陸行動 並在推進攻勢時順帶佔領港口 第六 特種部隊滲透 利用飛機、直升機、艦船 讓特種部隊秘密地進入台灣 在充分偵查和蒐集情報後 才對港口發動攻擊 並奪取重要的防禦陣地、橋樑、道路和碼頭 一直到增援部隊的到達 伊斯安說 共軍在針對台灣港口的幾種戰法 進行緻密分析後 提出了綜合作戰計劃 兼具各種戰術的長處 那麼這個計劃最重要的環節 卻又不在這六種戰法的策略中 那麼是什麼環節呢? 那就是情報收集 情報對戰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這部分的分析可能是伊斯安 達到中共攻台戰略的要處了 伊斯安在報告中 連續提出了幾個問題 共軍為未來的港口登陸戰 正在進行怎麼樣的準備? 在台灣有港口設施和碼頭 已經被可能是共軍的前線公司控制了嗎? 台灣的港口有使用中國公司製造的門式智能起重機嗎? 而這些製造公司又和中共軍方有著密切的聯繫 換一句話說 伊斯安認為 台灣的港口和碼頭 如果能夠被中共的企業先行控制 甚至使用中共軍方有密切關係的各種設備 那麼共軍就可以輕易地獲得台灣港口的情報資訊 後續作戰也會立於不敗之地 最糟糕的是 伊斯安發現疑似共軍的勢力 已經深入了台灣的港口 報告說 過去20年 中共已經在台灣的主要港口建立了代表處 對台灣的港口建設項目進行投資 並且獲准可以直接進入一些台灣港口的基礎設施 舉例說 高雄港的高明貨櫃碼頭 是一個具有戰略位置的碼頭 中共國企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在2018年7月份 購買了高雄港的高明貨櫃碼頭 獲得了對該碼頭的徹底控制權 現在 高明貨櫃碼頭裝設的自動化智能起重機 是上海鎮華重工製造的 鎮華重工所隸屬的中國交通建設集團 和共軍過往甚密 在2020年8月份被美國國防列入黑名單 在其他港口 包括台北港 都使用了一定數量的上海鎮華重工起重機 除了起重機和港口基礎設施外 上海鎮華重工和中國遠洋運輸 都擁有著大量的軍民用船隻 這些船隻接受共軍的培訓 幾乎可以確定會被用來支持針對台灣的兩棲登陸戰 伊斯安說 在高雄港和台北港 以及其他港口使用的這些中國製造的智能起重機 可能作為感應和通訊節點 通過部署在港口周圍的堅持鏡頭 或為位置追蹤系統建立完整的碼頭情報資訊 碼頭自動監控系統收集的這些數據 甚至會被及時送回中國 讓共軍能夠隨時收集最新數據 這些功能是自動化智能系統本身就帶有的 也不排除這些來自中共國的設備 可能提前就裝上了秘密監控設施 大家還記得 在2017年 中共實施了兩部法律 一個是國防運輸法 這個法規定 包括海運在內的交通運輸 都要服從軍事需要 服從戰爭需要 同年6月 國家情報法實施 這部法規定中國的公司必須為國家收集情報 所以 向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在台灣收集的港口情報 不傳遞給共軍都不行 伊斯安說 中共對台灣港口事務的介入 更可能讓特務和當地的商界建立關係 進行更多的情報蒐集 並且通過商界向台灣人發動心理戰 中共企圖打心理戰 讓台灣人不戰而降 伊斯安進一步列出了共軍最合適的港口攻擊目標 他認為是台中港 伊斯安主要考慮了幾個因素 這個港口能夠允許快速卸載主站的坦克 和其他重型裝備 港口周邊要相對平坦 而且城市化程度較低 附近有海灘或河流淤積的三角洲 按照這個標準 其他港口包括高雄港、台北港、 安平港是次一級的潛在攻擊目標 對於軍事港口 比如基隆、蘇澳等 防禦嚴密被共軍視為最難攻占的港口 一旦開戰 軍港會成為共軍重點空襲的目標 伊斯安提醒 發動大型兩棲攻勢 只是北京的行動方案之一 只要是台灣沒有預料到沒有準備好的戰法 就有可能是共軍進攻的選項 共軍也有可能封鎖或破壞台灣的電信網路和電網 他也說 真的發動戰爭 共軍攻打哪一個港口 如何攻擊 其實都難有定論 但根據共軍文件和其他情報進行的分析和檢視 確實可以有助於台灣的港口做好防禦準備 伊斯安也向台灣推薦了更多保護港口的措施 伊斯安最後說 中共對台灣按兵不動 目前只是用非致命的形式對台灣威脅施壓 原因很多 但大概不是因為台灣的政治和軍事實力 而是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除了台灣自身的努力之外 伊斯安建議美國派遣陸戰隊和特種部隊到台灣 執行長期的訓練和交流 進行港口防禦演習 伊斯安還呼籲美國調整對台灣的外交政策 以一種向對待實際上具有國際重要性的 獨立國家的創新方式來對待台灣 模糊戰略會繼續錯誤地鼓動北京傳動 顯然 這些建議也會讓中共氣得跳腳 句句打在七寸上 東風之珠的香港幾乎淪陷了 希望並且相信台灣屹立不倒 好了 關於伊斯安報告的話題 我們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你 謝謝 聊天